我們相信下個禮拜都很快會再和大家見面 我們爭取下個禮拜盡快會上樓書 還有都有機會開市位 即是下星期有機會開賣假嗎? 都有這個可能性 有沒有說過900多房有什麼戶型? 我們都涵蓋不同的戶型 都挺豐富的 我們最小有一房 當然兩房都是我們其中一個主打的戶型 至於三房我們都很多選擇 包括我們有些小三房 以至一些大的三房 以至於有些有個人套房 我們都有供應 變得挺全面的 無論是上車的客人 或者換樓客 我們都應該可以照顧得到 標準的模型就是一房至三房? 是的 主要是一房至三房為主 有沒有現在一期的累積販 有多少單位的價錢? 我們補充還給你們 我想問一下 賣上期的時候 和現在的市況都不同了那麼多 今期的定價 會不會都說會調整一下呢? 我稍後先評論 因為我們來開架還有 我相信也有十二八日 價錢再跟大家 深入評論我們的開架 現在二期是現樓 是的 二期其實已經是拿了滿意子 已經是可以做現樓的發售 即是會是開放現樓? 是的 我們準備會開放現場 給那些進賣家去看 即這裏就不會有示範單位嗎? 不需要 因為始終是現樓 我的客人都很喜歡 希望真的看到真層 即是我們交樓的成績 以及二致景觀 他們可以很了解清楚 去考慮哪些面顏他們 剛才你以為一房主打 那是佔多少成績 我們很快和大家公佈一些細節 不用太心急 下星期很快和大家公佈 而今期是Yuho系列最高的 樓高的一層? 不是樓高 我們是說米數 我們補充給你 待會可以連結數字 樓高的一、二手錶 成交慢一點 接下來的走勢會是怎樣的? 或者我在這邊講完 好嗎? 其實現在切勒會有兩個月 我們看到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近期都看到 學家的樓盤都買得不錯 不可不知 我們最近幾個星期 我們這些豪宅出售的單位 都可以說是有價也有量的 我相信第二季 樓市都會繼續維持一個 價穩而亮升這個局面 雖然大家現在都未掌握到 究竟利息什麼時候下降 但是這個減息的期望 加上現在中港經濟都逐漸復甦 我相信都是下半年樓價上升的動力 好,謝謝 雷先生想問一下 帝景園現在買了多少貨 這兩個星期 我們推售的豪宅都買得不錯 我先說說帝景園 我們剛剛拿了第三座出來 一向我們都是作為長線的收租用途 不過一直都有不少的用家都查詢 設立之後那個查詢更加熱烈 所以我們就調缽一部分單位出來 就是滿足的市場 上個星期我們賣了10貨 這幾天我們賣多9貨 現在總共有19貨 套現都超過11億元 而每一個單位平均樓價是接近6千萬 成績我們都滿意的 當然還有很多買家陸續 我們都相信更加有新的成交 可以和大家公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